非常漂亮 比日本饺子店里面做的还要漂亮 大家好 我是星平他爸 今天教大家怎么做日式煎饺 然后首先就是选这个饺子皮 应该超市都有卖的这种非常薄的饺子皮 馅料的话 大家就自己去网上找就可以了 有非常多的讲怎么做饺子的事 包的时候就是拿一碗清水 然后在饺子皮的边上面 就这样拿清水 抹一圈清水 然后这样粘的话就不会裂开 其实日本的煎饺不是煎出来的 而是水煮出来的 在里边加一点点油 然后呢 拿一个饺子这样 均匀的滑一下 然后就是把这些饺子摆在 这个平底锅里边 先煎一煎 然后再加水 清水直接加进去也可以 然后你如果想要那个底下带那个翅膀的话 就是脆脆的那个翅膀的话 你可以加一点那个淀粉 这个水里加一点点淀粉就可以 你加的太多的话就是很难弄熟了应该 然后一点点淀粉加进去 然后这个水呢 放到差不多饺子的三分之一 然后盖锅盖 然后煮差不多四分钟 然后现在差不多过了四分钟 水差不多快干了 然后现在打开看一下 基本上这个饺子已经变透明了呢 变透明了的话说明就已经差不多熟了 现在就可以再开大火 让这个水分完成 让这个水分完成 盖锅盖 我这个一开始没有滑下来 只能怪锅不好 不是我手艺的问题 然后你也可以看到这个翅膀已经成型了嘛 然后现在就可以把它弄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是怎么扣出来的 要小心不要被烫到 你要找一个跟这个饺子的面积 差不多大小的一个盘子 然后扣在上面 OK 然后把锅翻过来 非常漂亮 比日本饺子店里面做的还要漂亮 好 我的饺子大餐就做完了 然后这是分了三次煎的 但是三次煎出来 好像都不太一样的效果 然后这个是加了翅膀的 芝麻非常好吃 然后大家可以试着做一下 其实挺简单 谢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